在台灣汽車市場有不少的汽車品牌 趕在民俗越之前發表他們的新車 但是對於豪華品牌來說似乎是百無禁忌 例如像奧迪就選擇在今天發表他們品牌的 旗艦休旅車Q7跟Q8 作為品牌旗艦休旅站立的一員 奧迪Q7這個是二度小改款的產品 其實在國外在今年的一月份就已經上市了 台灣算是蠻快的時間就引進到台灣了 那小改款之前其實有3.0V6的柴油跟汽油 以及4.0V8的SQ7的動力的選擇 但是在這次小改款的時候 他們首度導入了2.0V4缸的汽油引擎 也就是45的TFSI 等於說如果你想要買Q7 你有四種動力的選擇 那價格我們就幫大家標示在影像上面 讓大家可以參考 而且SQ7這次還維持跟改款之前 是一模一樣的價格喔 配備升級了但是價格卻不變 小改款Fast Lift它的重點是在哪裡 水箱後照的格柵進行了一些修改 下面薄桿的部分也進行了一些設計 以及在色群的部分進行了微幅的調整 但是這次比較大亮點 在頭燈的部分 除了它的形式比較不一樣之外 Matrix LED的頭燈本來就是在 Aldi裡面自己標準的配備 但如果你要像國外要有 這種HD Matrix LED的雷射頭燈 也就是24個LED的這個模組的那個頭燈的話 是只有在SQ7上面才可以進行選配喔 還不是標準配備喔 那如果標準配備呢 45在TDI或TFSI 它的輪圈標準配備都是20寸的 可是來到55的話 輪圈就來到了21寸 那這台車因為它在外觀上面 有選擇了黑化的套件 所以你看到窗框啦 甚至於這個後照鏡 全部都是黑化的 而且尾燈的形式跟之前也不太一樣 可是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你選擇了OLED的尾燈的話 其實它有四種光型的變化 連那個頭燈的LED的日行燈 其實它有四種光型的變化 我覺得這只是儀式感而已 可是更重要的是 它的這個尾燈 其實是會跟這個輔助駕駛綁在一起的 例如後面的車輛 接近你的車輛的時候 在兩公尺之內 它就會把整個尾燈全部都亮起來 警示一下你後面的車 這台車它還有選10萬塊錢的七人座套件 它包含了第三排座椅 另外還有什麼天窗 以及自動的這個吸門 但如果你想要三排七座 而且你不想加價的話 你只能選擇比較入門的 45TFSI的這個車型 你要不要選三排七座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台車的示範 咦咦咦咦 因為這台55呢 它基本上它標準配備了3D的B&O的音響 所以下面全部都滿滿了 還附送給你一個乖乖 喔沒有乖乖是另外自己要買 就是小台館呢 在車內的部分著重在於這個配備啊 或者是用料上面的升級 包括了像這張座椅 還要用的是真皮Valcona的 附S的Logo 在這裡喔在這裡 就是質感上面是比較運動化一些些啦 那因為它是屬於S-Line 比較有運動風格的內裝 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經察覺到了 它的內裝的鋪陳啊 就是跟之前我們看到Aldi 一模模一樣樣 數位1PL 然後中間的資訊幕 包括下方總共是三個 這也是大家很熟悉 連中央安座的地方 包括了我們的這個排檔桿的部分 全部都是一樣耶 好沒有什麼太大的變革 因為在國外有第三方的這個App的支援嘛 那剛才其實我問過Aldi的原廠 他們就說 目前他們還在努力的爭取當中 那你在國外的話 其實是可以譬如說 你在車上啊 可以跟手機進行連接 使用Everluse Spotify啦 或者是Amazon的Music啊 都可以在車上使用 但是在台灣是不行的 目前 大家一定覺得很好奇啊 之前Aldi不是說 他們的雙數是電車 然後單數是油車嗎 可是為什麼Q8 他又發表了油車呢 其實是因為呢 在去年的時候 Q8的少改款 是在國外上市的 那台灣呢 其實將近持了快要一年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少改款之後的Q8 維持了跟之前一樣 Q8有兩個車型 可是只有單一動力 都是55的TFSI 只是有一個是Black Edition的版本 那這一台就是Black Edition 就包括你看到 所有外觀全部都是黑化的套件 它的輪圈配置的就是22吋 那如果你是 不是黑化的 另外一個車型的話呢 它就是標準配備是21吋 其實它車內一樣配有 這個比較跑車化的座椅 只是它在這個座椅上面啊 多了一些零格紋啊 甚至於跟Q7比起來的話呢 它是一體式的頭震 更加的有運動化 那車內鋪成還是一樣 那我個人覺得啦 你看像這個Q8啊 它跟Q7雖然是一個Coupe版本嘛 然後一個是比較標準的SUV版本 可是如果比起GLE Coupe 或者是X6來說的話 這個Q8 似乎就沒有這麼的Coupe的感覺 那相對你就換來更好的後座的 頭部的一個空間的乘坐的舒適性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說 為什麼今天發表會沒有看到RX Q8呢 因為在國外還沒有進行小改款 到時候小改款的時候 就會引進到台灣了 我覺得奧迪的Q7跟Q8 在台灣的市場呢 它是屬於比較少有 就是還有提供這個 柴油動力引擎的選項 而且它又是SUV 另外呢 就是在這個集聚當中啊 有提供給7N座選項的 應該也是只有奧迪 那如果你想要像買到7N座 BNW只有要買到X7才有 還有呢 就是像它在Q7上面啊 45的TDIO以上 55啦 SQ7啊 它都是標準配備的氣壓懸吊 所以呢 以配備來說的話 在市場上面還蠻有競爭力的 妳影片估計算是 零 Crown 所以還有 咖嗅 選項 여� 可